死因裁判官陳碧喬裁定碼頭圍到塌樓 導致死人死亡的慘劇 全部死者都是死於意外 同時裁定塌樓亦都是屬於意外 沒有任何人觸犯誤殺 認為不需要將案件押後 或者轉介律政司處理 不過陳碧喬指紮屋瑜伺的策樑師 在事發前曾經巡查樓宇 但是工作媽夫隨便只是流水作業 自動幫發出勸喻信 另外有指紮樓宇的大業主紮愛聯 是不誠實的證人 為了自己的利益不介意說謊 只是想屋宇署將樓宇定為危樓 清拆後收回地皮